第1271章老娘失败了 溅落大阵之中 积蓄的威势瞬间受到了极大的削弱和阻碍 魔科多怒吼着 一身力量毫无保留地绽放倾泻 整个人所在之地几乎化作了一团凌厉爆燃的光球 让人看不清他的真身 咔嚓叉的声音传出 半透明的大阵光幕出现了一道道裂缝 俨然一副快要支撑不住的架势 这毕竟是陆叶仓促之间布置而成的阵法 防护力度自不会强到哪去 但用来抵挡魔科多的叙事一击却是勉强足够了 哗啦的声响声传出的同时 防护大阵轰然破碎 陆叶整个人也冲天而起 暗中关注这一幕的众多修饰指引约见的陆叶的身影化作长虹 与魔科多交错而过 价一瞬 一盆热血从天飘落 闷哼声响起之时 魔科多迅速远去 眨眼不见了踪影 刹那间的交锋 胜负已分 只看那陆叶表情平静 浑身上下没有半点伤痕 众人便知 魔科多败了 而且应该是被打伤了 只不过具体伤势如何就没人知道了 这家伙来得气势汹汹 跑得也是迅疾无比 形势很是干脆利索 将比较鲍石与陆一叶的血腥熬战 魔科多的挑战无疑没有太多的观赏性 但任谁都清楚 这其中蕴藏的凶险丝毫不逊于上一场争斗 甚至还要有有过之 只不过魔科多更加稀命 所以在一招不力之后便立刻顿走 反倒是暴石死战不退 结果被打得粉身碎骨 令人恶腕叹息 接后两位排行榜前十的强者前来挑战 无不折几尘杀 落个一死一伤的结果 这与发让暗中关注的修士们认识到排名第一的韩金亮 亲眼目睹了那样的两场交锋之后 再不会有人觉得九天记录一夜的排名有什么问题了 这样的实力 明夜榜首 实至名归 如今连排名第四的魔科多都不是录一夜的一招之敌 也不知还有没有排名靠前的来挑战他 时间流逝 轮回数的启示又一次降临 盘坐在原地休养恢复的陆叶微微愣了一下 因为他发现一件有些奇怪的事 那就是自己的斩获数字相比较上次启示降临的时候并没有增加 而且排名第七的还是五色域的暴石 这家伙不是应该死了吗 想了想 起身来到暴石死去的地方 波农开那一地碎石 然后就看到了地面上不知何时出现了一个坑洞 坑洞内 一个小小的身影正盘坐着浑身上下没有半点生机 仿佛就是块石头 但那光溜溜的脑门却在阳光的照射下折射出明亮的光泽 陆叶眼角忍不住抽了抽 刺势察觉到了头顶上的动静 缩小了无数倍 约莫只有孩童大小的暴石抬头看了看陆叶 咧嘴酣笑 休息 休息一下 陆叶沉默了一下 然后将锅农开的碎石又埋了回去 暴石从坑洞中一跃而起 碎石纷飞 跟陆叶解释道 这是我们十足的天赋神通 我不是骗你 我是真被你打死了 陆叶不治可否 暗中观桥的修士们也是一片哗然 此前见暴石明知不敌意死战不退 不少人都发自肺腑地对他至以罪崇高的敬意 虽说那样的选择看起来有些蠢 但不畏强敌的坚持和拼劲却让所有人都动容 也值得尊敬 如今方知 那根本不是什么愚蠢无畏的坚持 人家是能金蝉脱鞘的 不免都在心中赋匪 这种浓眉大眼的果然都不是什么好东西 白白浪费了他们这些观战之人的敬意 陆叶走到原来的位置继续做了下休息 暴石也巴巴地跟了过来 还狠自来熟地跟欲妖娆打了个招呼 欲妖娆就愣了好大一会没反应过来 有些看不清局势 这两个之前还打的你死我活的 怎么这会就能很默契地平和共处了呢 实在是搞不明白这些顶级妖孽心里是怎么想的 其实也没什么太复杂的东西 陆叶梅从暴石身上感受到到战役 自然不会对他有所防备 相应地 暴石已经死在陆叶手上一次了 更不会自讨没趣 所以虽然没有明说 但两人都知道 在经历了之前一次生死搏杀之后 彼此之间已经没有再战的理由了 那样的战斗 有过一场就足够 没必要真的非至某一方于死地不可 场中局势变得有些奇怪 原本这里只有陆叶带着欲妖娆 如今却多出来一个暴石 这家伙看着憨头憨脑 其实特别的活泼好动 简直一刻也坐不住 一会找遇妖娆搭话闲聊 一会跟陆叶问这问那的 陆叶虽不太想理他 但好歹此前有过一场生死搏杀 完全不理会又显得不近人情 便有一搭没一搭地与之闲聊着 此周争斗的频率越来越高的 不时有激烈的争斗余波从各个方向传来 此次争锋已经到了最后的阶段 若有想在其中胜出者 自然也都到了发力的时候 这种阶段已经不是光靠躲避能坚持到最后的了 轮回数的启示隔三差五地降临 想要敏然于众 就得有足够的斩获 若是斩获不够 被轮回数的启示标注出来 只会成为别人攻击的目标 如此大浪逃杀之下 还存活的修饰数量不断地减少 喋喋不休的暴石忽然沉默了下来 小小的身子盘坐在那里 表情明重而专注 鹿叶的大拇指也搭在了盘山刀上 轻轻地摸缩着 欲妖娆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但本能地感觉到氛围有些不对 似乎明明之中有什么莫大的危险即将降临 他左右观望了一下 却始终不明白这危险来自何方 直到一注香后 耳畔边才忽然有悠悠的叹息声传来 榜首之位果然名不虚传 随着声音的响起 欲妖娆惊悚的发现 自己身边不远处的空间微微一阵扭曲 紧接着一道娇小的身影鬼魅般的显露出来 这是个女子看不清面容 因为对方脸上戴着一个鬼面一样的面颊 遮住了大半张脸 一头黑发简单的竖扎在脑后 穿着一件贴身的黑衣 些许裸在外面的肌肤上满是复杂的纹路 在他开口说话 现身之前 欲妖娆根本没有察觉到他的半点气息 直到他忽然出现 欲妖娆才看到这么一个人 终于明白方才诡异的氛围是怎么一回事了 冷汗瞬间打湿了衣衫 师生惊呼 忧平 路一夜路师弟这边之前迎来了排名第七和第四的挑战 两战皆胜 与妖娆便觉得还会有人来挑战他 尤其是如今排名在路师弟身后的那两个 无论是出于什么立场 肯定都会现身的 如今来看 这两人果然没有善罢甘休 忧平已经现身 方才显然是在寻找动手的机会 只可惜好像没能成功 对一个鬼修来说 如果没把握在敌人毫无察觉的情况下一击必杀 那就索性不如不动手 免得将自身置于显地 欲妖娆不知路师弟与忧平之间有着怎样的暗中交锋 但只从方才那诡异的氛围还有路师弟的一些小动作来看 这样暗中的对峙中 忧平显然没找到出手的机会 所以她索性大大方方地显露了身形 隐匿在暗中的鬼修才是最具威胁的 这样直接显露身影无疑是一种退让 也是一种表态 一种不愿与路夜起冲突的态度 忧平淡淡地拼了玉妖娆一眼 声音清冷如水 长得漂亮就是好 随随便便都能抱住一条大腿 恭喜你了 欲妖娆顿时脸红 却又不好反驳什么 本心来说 她并不愿依附任何人 但就实际情况来看 她如今确实是脱比在路师弟的羽翼之下 否则这样的地方 这样的环境 是没有她立足之地的 暗暗有些苦恼 可真叫她这个时候离开也是不可能的 她伤势未愈 如今神海之争又到了最后关头 一旦离开这里 只怕坚持不了半日时间 心中一声叹息 暂且只能认命 这次沾了路师弟的光 日后有机会的时候再好好抱海便是 优萍又转头看向路叶 淡淡道 我以为这次太出镜最大的对手会是古玉楼 没想到又冒出来一个你 小子 须知红颜或水 容易被美色所获得可走不长远 路叶淡淡地瞥她一眼 话多的人也走不长远 暴时在一旁抱着膀子呵呵发笑 优萍忍不住瞪了她一眼 笑个屁 再笑把你牙敲了 暴时一脸无所谓 粉身碎骨我都不怕 我还怕你敲我牙 其他人忌惮优萍 可她却是真不忌惮 因为优萍的手段对她没什么大用 她浑身上下几乎没什么弱点可以利用 除非如路叶那样将她打得粉碎 这是十族独有的优势 是其他种族无法效仿的 所以若说太出镜中还有谁不忌惮这个出身 北冥鬼域的鬼羞的话 那非暴时莫属 优萍恨恨地瞪她一眼 这才转头冲一个方向交呼一声 老娘失败了 你要不要来试试 随着优萍话音落下 那边一道身影漫步而至 来人生的气宇轩昂 麦香极佳 手上提着一杆银腔 其浑身上下没有半点气势可言 但此人疏一现身 陆叶便隐隐感受到了一丝压力 于是她立刻知道了 来人的身份 黄龙界 古玉楼 第1272章打不过 暗中关注的修士们显然也有不少认出古玉楼的 于是振奋期待起来 见如今陆一叶这边已先后 有三个排名前十的来挑战 暴时被打的粉身碎骨 魔科多一击而退 优萍似乎也没找到合适的出手机会 却不知古玉楼又有怎样的表现 自古以来 排名第一和第二之间的交锋从来都是最让人值得在意和期待的 如果陆一叶连古玉楼都能击败 那榜首之位必将无人可以撼动 也将是此次神海之争名夫其实的第一 这两者之间到底会碰撞出怎样的火光 着实令人在意 一双双眸子瞩目下 古玉楼提着自己的银枪 静止来到那一堆碎石前 望着碎石沉默了片刻 这才抬头看向豹石 你被打死了 豹石抱着膀子 老神在在地应了一声 大大方方地承认了 丝毫没有因为战死过一次而有什么不好意思 古玉楼便点了点头 手中长枪往面前一处 盘膝坐了下来 幽萍眉头挑了挑 被他这番举动搞糊涂了 忍不住道 你不是来挑战人家的吗 还不动手 古玉楼眼帘低垂 淡淡回道 打不过 幽萍立刻一副恨铁不成钢的模样 气恼道 你都没跟人家打过 怎么就知道打不过 古玉楼一副懒得解释的模样 反倒是豹石在一旁呵呵直笑 他跟我打过 所以他知道打不过 这话听起来有些绕口 但幽萍还是明白了豹石话中的意思 古玉楼之前显然跟豹石有过交锋 具体结果如何没人知道 但只从眼下的局势来判断 那一战大概是势均力敌 即便古玉楼稍胜一筹恐怕也胜得有限 但同样是以豹石作为对手 陆叶却能将之打得粉身碎骨 这么一对比下来 根本不需要再有什么直接交锋 古玉楼就能大概判断出陆叶的实力水准 一个能将豹石这样的怪物打死的对手 大概率是另外一个怪物 古玉楼可没有与这样的怪物交手的心思 幽萍明显很气恼 古玉楼 你可是出身黄龙界 不拿个第一回去 你家长辈能轻饶了你 古玉楼淡淡道 黄龙界的第一 不差我这一次 幽萍苦口婆心 可你黄龙界终究是一块招牌 招牌怎能砸在你手上 身为黄龙界这一代最出色的神海镜 你得拿出自己的担当 为黄龙界再带一个第一回去 这是你的责任 鲍石在一旁不解的望着幽萍 你一个出身北民鬼域的鬼族 操人家黄龙界的心作甚 幽萍便忍不住瞪他一眼 关你屁事 鲍石呵呵直笑 道破了他心中所想 你这是想趁人家打得不可开交的时候 坐收羽翁之力啊 古玉楼对这次争锋的第一好像不怎么上心 幽萍却是极为上心的 但排在他前面的两人 他没有任何信心能够将之袭杀 可如果这两家伙打起来 那对他来说就是一个不可多得的良机了 说不定就能从中做点手脚 然后将这两人都做掉 只可惜 古玉楼根本不为所动 任他如何蛊惑也只当耳旁风 对他这样的强者来说 一旦认定了某些事 外人是很难改变他的观念和坚持的 又却说了几句 眼见古玉楼果真无动于衷 幽萍中是忍不住叹了口气 没意思 这般说着 便一屁股坐了下来 手上两把短刃在指尖翻飞 百无聊赖的把玩着 可只幽萍觉得没意思 那些原本以为能欣赏到一场惊天动地大战 在暗中关注的修士们同样觉得没意思 谁也没想到 古玉楼来了之后居然没跟路一夜起任何冲突 只是简单的言说了几句之后便安静的落座在旁 眼下这小小的一片范围 规矩了五道身影 其中除了遇妖娆之外 剩下的四个全都是排名前十的 其中第一 第二和第三皆在 哪怕是暴时这个第七 也并非其实力的体现 真要按实力来计算 他肯定不止第七的排名 这样的阵容和等豪华 也足以让任何人望而生畏 史上每百年一次的太初近深海之争 好像进行到最后阶段还从没有出现过这么诡异的场景 几个排名在前的顶尖妖孽不去四处游猎 提升斩获 反而都安静地坐在这里等待着 没有约定 也没有商讨 只是自发自然的一种行为 偏偏他们几个相处的似乎还挺和谐 陆叶也搞不清楚这到底是怎么了 自己所选择的这一片休息之地 慢慢就演变成了强者们聚集的地方 先是暴时赖着步走 紧接着又平和谷御楼跑了过来 加入他们 再随着时间的流逝 又逐渐的有一道道身影从四面八方汇聚而来 各寻地方安静盘坐 短短不到两日时间 这边聚集的休息已经超过十个了 而且人数还在增加中 并非随便什么人都有资格前来的 敢在这个时候融入这样一个特殊小群体的 无故是拥有了足够多的斩获的顶级妖孽 换句话说 哪怕之后的时间他们再没有任何斩获 也足以保证自己排在靠前部分的位置 轮回数降下的启示中 排名前十的 这里聚集了七个 剩下的人也基本都在排名三十之内 那些排名三十之外的休息 压根就没有勇气融入这里 人数逐渐增多 又数日后 这一小片范围内聚集的休息已经多达二十多人 个个都看起来气息沉迷 欲妖娆压力如山 待在这样一个顶尖妖孽汇聚之地 他总觉得自己有些格格不入 他也知道 凭自己的实力其实是没资格待在这样一个约定成熟的地方的 但这种时候 他哪怕有勇气离开 也走不掉了 就只能努力降低自己的存在感 好在陆夜就坐在他身边不远处 并不算高大的身影无时无刻不再给他提供无形的庇护 如今这个时候敢聚集过来 能聚集过来的妖孽 却都是基本能拿到胜出名额的人选 而且都排名靠前 他们无意在参与接下来的争锋 对其他修士来说未必就不是一件好事 所以这些人聚集了 反倒是其他修士们喜闻乐见的场景 因为他们不用去考虑在接下来的行动中遭遇古玉楼 遭遇优贫这样的强者 更不用担心会遭遇那杀人如麻的九天界的路一夜 太初境内能活动的范围已经缩小到最后的万里方圆了 但争锋还没有结束 因为还没有决出最后的百位人选 在这最后的关头 各处的争斗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频繁 修士们在彼此遭遇之后的争斗也更加凶残 没人退出 都已经坚持到这个时候了 距离最后的胜出只一步之遥 谁会甘心退出 都在咬牙坚持 希望自己能比别人坚持得更久一些 陆夜这边聚集的人增多 也开始变得热闹了 有热情好客者从自己的储物袋中取出自家介遇的美酒美食 与其他人分享同意 来自不同介遇 本应该互相针锋相对的妖念们 竟在这里诡异地达成了一种和谐共处的局面 对任何一个修士来说 这样的经历都是不可多见的 除了轮回数的太初境 什么地方能一次性聚集这么多来自星空各处各族的修士 哪怕日后大家晋升星宿 行走星空也决然不会再有类似的经历 这对一群修为暂时只有沈海静 即将晋升星宿的年轻妖念们来说 无疑也是极为珍贵的体验 大家可以在这里结交一些志同道合的道友 可以开拓自己的眼界 见识到平日里根本没机会见识的种种 不管来日行走星空时候再遭遇是敌是友 今日在这里的相遇都是一种缘分 所有人都默认了这样一个规则 如此氛围之下 哪怕孤傲如古玉楼 也不可避免地融入了进去 一心想要陆叶和古玉楼拼个两败俱伤 他好从中简陋的优萍更是肆无忌惮地走到陆叶身边 一手搂着他的脖子 一手捏着一个比人头还要大的酒中 往陆叶嘴里灌着酒给老娘喝 装什么装 就看不惯你们这种表面道貌黯然 实则一肚子哗哗肠子的家伙 他似是认定了陆叶和玉妖娆之间有些什么不可告人的内幕交易 否则两个出身不同界域的修士怎能走到一起 而且实力高的那个还处处庇护着实力低的那个 陆叶被他灌了一肚子酒水 偏偏还不好说什么 九亿朦胧之际 陆叶很势不解 这边的局势为什么就发展成这个样子了 他只是因为欲妖娆要养伤 也懒得躲躲藏藏 所以便一直留在这里等着人家来挑战自己 这是他对自身实力的自信 却不想机缘巧合之下吸引了这么多顶尖妖孽的汇聚 但就只从结果上来看 似乎也还不错的样子 这边公愁交错 热热闹闹 太出尽其他地方却是胸肌暗藏 争风不断 同一片天地之下 两种截然不同的局势形成了极为鲜明的对比 第1273章结束 如此局势持续了十日左右 当天地接一声巨大汪鸣传来时 所有人都在瞬间明了 此次沈海之争结束了 最后胜出的百味名额也确定了下来 太出尽各处 有正在争风相对的修士纷纷罢手 各自退后保持了一个安全的距离 近三月的坚持和相争 为的就是这一刻的到来 争风已结束 自然就没必要再大打出手 陆夜等人汇聚之地 众人各自饮了杯中酒 默默等待起来 天空中本有一轮大日玄照 但就在这时 又一轮耀眼的大日忽然升腾而起 那第二轮升起的大日明亮却不刺眼 光芒璀璨之余却又给人一种柔和的感觉 这第二轮大日升至半空处 忽然微微一阵 瞬息间化作百团光芒 这百团光芒有大有小 体量个不相同 最大的那个几乎是最小的那个十倍有余 这一团团光芒在分裂之后 立刻便如有灵性一般朝四方飞掠 纷纷落入如今还在太出尽的修士体内 作为此次神海之争的榜首 陆叶无疑是得到了最大的那一团 因为事先有所预期 所以并没有躲避或者抵挡 当这团灵光涌入身躯的时候 陆叶只觉得周身上下暖洋洋的 好似连日来的疲惫也在这一瞬间一扫而空 精力都变得旺盛了许多 除此之外 好像也没有什么其他特别的地方 但仔细感知之下 却能清楚地察觉到自身的血肉之中多了一股玄妙的力量 这股力量暂时无法催动 对自身也没有半点危害 仅仅只是暂存在体内 心中明了 只有当自身突破神海 寄生星宿的时候 这股暂存的力量才会真正发挥作用 让自身拥有与星空接轨的能力 而且来自太出尽的这一团灵光 比起九州或者其他界域诞生的灵光 对修士成长晋升的好处更大 至于具体有怎样的好处 陆叶就不得而知了 这得晋升星宿之后才能慢慢去感受 每个还留在太出尽的修士都得到了属于自己的一部分灵光 无论分量多寡 终是足够自身晋升所用 与妖妖劳感激的看了陆叶一眼 老实说 若不是最后关头他一直跟陆叶待在一起 极大的避免了与其他人之间的冲突 这最后胜出的百味名额 他定然是无法得到的 很大可能会被淘汰掉 而在那样的局势下被淘汰 唯有一个死字 除非他甘愿放弃 提前主动离去 灵光各入各深 没有任何延迟 四面八方便有强大的排斥力传递而至 于是众人知道 是时候该离去了 有修士便抱全道 诸位道友 来日行走星空 若有缘照面 还请多多照拂 这当然只是场面化 离开这里 日后在场的这些修士想在星空中照面 其实机会是不大的 星空何其广袤 各自又出身不同的界域 想在广袤星空中再见 几率犹如大海捞针 但凡事都有可能 今日相处之缘 或许就是未来情谊的开始 都是留存到最后的最顶尖的妖孽 自有惺惺相惜之感 有人回礼 有人默不作声 自面传来的排斥力更大了 一道道身影伴随着虚空的扭曲开始消失不见 轮回树的白玉平台上 间隔了三月时间 再度变得热闹起来 不过相对于近三月之前 数千神海其赴太初境的壮观场面 此次归来的只有百位 无疑让这份热闹缩水了很多 那些自家后辈有所得的强者们 自是孝竹颜开 不过更多的却是自家后辈战死在了太初境中 如今便只能羡慕地望着人家老少重聚 当真是几家欢喜几家丑 作为此次神海之争的榜首 陆叶书一归来 便迎来了诸多强者们的关注 他在进入太初境的时候就引起了一阵骚动 因为在清一色的神海九层境当中 他是最特别的那个 毕竟八层境的修士实在太扎眼了 但谁也没想到 就是这么一个被诸多强者在心中认定活不了太久 出身一个毫不起眼的介域的八层境修士 竟然夺得了榜首之位 历代以来 能在太初境中夺得前十的妖孽 未来无不都是有大成就的 更不要说榜首 在陆叶归来之前 便有强者们在私下交流打探 那九天界到底位于何处 但无论他们如何交流探寻 都没人听说过九天界的名号 以前的神海之争也从没有这个介域参与的先例 这个介域就像是忽然从鸡脚疙瘩里蹦出来的一样 没有任何痕迹可寻 这也不是什么奇怪的事 星空之中介域那么多 即便是罪见多识广的修士 也不敢说自己对所有的介域都了如指掌 也并非所有的大型介域都会派遣修士参与神海之争的 许多大型介域虽有参与的资格 却苦于没有门路 所以一直都不曾在世人面前显露 所以诸多强者们便觉得 这个九天界应该就是其中一员 或许以往也曾有九天界的修士参与神海之争 不过都敏然于众 不曾掀起什么波澜 自然不会为人所知 就如这一次 参与其中的介域多大几千个 可现如今除了那些特别有名的介域 那些默默无闻的介域谁又会费心去记录 白玉平台上 陆叶敏锐地感觉到不少敌意的目光 顺着目光望去 赫然发现是一群血族和虫族的强者汇聚 心中了然 自己在太初境中针对血族和虫族的动作没能瞒过这些家伙 虽说他们不知道太初境内具体发生了什么事 导致血族全军覆没 虫族折损巨大 但自己杀敌是有斩获 是会提升排名的 有些人只要关注排名的提升 应该就能推测出自家后辈是死在何人手上 血族和虫族的这些强者显然已经认定了自家那些后辈是死在自己手上 若不是场合不对 只怕已经上来找麻烦了 干得不错 熟悉的声音传来 杨青出现在身边 笑盈盈地称赞一声 隔断了那些血族和虫族强者们的目光 性不辱命 陆叶微微汗手 看得出来 杨青的心情似乎很不错的样子 也不清楚遇到了什么好事 他自然不知 正是凭他这一次的表现 杨青已经收获的盆满钵满了 一枚九星龙珠的筹码 让他将宝池中的宝物取走了三成之多 虽说每一件宝物的价值都不算太高 可胜在量大 日后只需找机会将这些宝物兑换成名誉 那他恢复所需的资源就不用发愁了 欲发觉得 把陆叶带到轮回树这里来参与沈海之争是个明智的决定 否则哪里有路子这么轻松就获得这么多好处 即便是他这样的强者 也很烦闷在星空中搜寻采集灵域的日子 那可是要忍受极大的寂寞和枯燥的 此间已逝了 杨青没有继续逗留的打算 便要准备带着陆叶离去 不过还没等两人动身 欲妖娆便领着一个气度不凡的中年男子走了过来 欲妖娆是特意来道谢的 他方才已经跟自家的长辈简单说明了自己在太初境中的遭遇 严明这次能够安全胜出 全凭最后关头陆叶的庇护 这位岳瑶靖的长辈也是知恩之人 说什么也要亲自来道谢一番 一番寒暄 欲妖娆的长辈很是真诚地表达了自己的谢意 之后又邀请陆叶若是有机会的话 一定要去九玄界做客 九玄界上下必将他当成最尊贵的客人云云 陆叶自然是随口答应了下来 至于会不会去 他连九玄界在哪都不知道 又如何能去 此事也只能随缘 陆叶宇之寒暄的时候 杨清便副手站在一旁 一副天大地大我最大的傲然模样 那岳瑶靖也丝毫不以为意 人家随手就是一件九星的宝物 其身份底蕴可不是他一个月摇尽能比的 他是有自知之明的 自不会做自讨没趣的事 这边热热闹闹 白玉平台边缘处 都浪常呼一口气 师叔走吧 都浪身边的羞逝道 机会难得 不去打个招呼吗 都浪摇了摇头 不必拉师叔 我与那位陆道友也只是萍水相逢 如今能见得他夺得第一 也算是见证了一场历史 之前既已没有参与其中 如今就不必去缴获 涂乱心境 日后带弟子晋升星秀 若是有缘的话 说不定还能与在星空中照面 届时自能平等结交 那修士微微汉手 如此也好 自家这个失职也是个心高气傲的 这个时候去道贺 明显有讨好的嫌疑 这是任何一个有志向的修士都不会去做的 而且都浪说的也没错 他与那路一夜只是萍水相逢 原本他们师叔之二人早就应该离去了 只不过因为看到陆夜的排名 才决定留下来观望 眼下结果已出 自没有继续逗留的必要 对都浪来说 他本以为九天介路一夜跟他是一路人 结果人家搞着搞着 杀到榜首去了 取得了这次沈海之争最大的殊荣 他却因为一些不得已的原因 早早退出了太出境 两相对比之下 哪怕嘴上说着不在意 其实心里还是不免有些失落的 第1274章事发了 陆师弟 珍重 希望他日有缘再见 白玉平台上 欲妖娆盈盈一礼 陆夜抱拳回礼 转过身 跟在杨青身后朝外航去 沈海之争已经结束 来自不同界域的强者们 自也没有继续逗留的理由 各自带着后背打道回府 下一次轮回树这边 再有这样热闹的场景 只怕又要等到百年之后了 走出白玉平台 进入一条通道 杨青继续往前走着 好大片刻功夫 才来到一扇门户前 转头对陆夜叮嘱道 记住这个位置 日后你若带着自己的晚辈 来参与沈海之争 届时返回就要通过这里 陆夜默默汗手 隐约听出了杨青的一点话外之音 却没急着去多问什么 杨青推门而入 陆夜紧随其后 跨过门户 踏足的并不是想象中的房间 而是一片空旷的 好像缩小了无数倍的星空之中 入目所见 四周既是繁星点点 波澜壮阔 置身其中更是能感受到自身的渺小 杨青抬手 在前方虚空轻轻一点 一道连衣便以其手指落点为中心 朝四周扩散开来 但那连衣消失不见 杨青不由皱眉 抬头问道 术老 这是何意 正常情况下 他那一指点出便能打开一条通往九州的通道 待着陆夜返回九州之中 但此刻通道居然没有出现 这就显得有些古怪 没有通道出现 显然是轮回数在干扰 或者说轮回数没有放行 只是他不清楚这是为什么 古老沧桑的声音突兀地在这一小片星空中响起 龙君无忧 不过是你身边的这位小友 身上带了一些不应该带走的东西 杨青眉头一扬 转头看向陆夜 上下审视着他 陆夜立刻有些不太自在的模样 一阵抓耳挠腮 赤发了呀 之前鬼鬼碎碎形势本以为神不知鬼不觉 而且这么长时间下来也没人来找自己的麻烦 他本以为事情就这样了 谁知临走临走了 居然被轮回数给截了下来 亏他为了防备暴露 在太初竟那么长时间都一直藏着掖着 哪怕是面对暴时那样的对手也没把那两个小东西放出来给自己加持住眼 仔细一想 自己以为神不知鬼不觉 但当时既是在树界中做下的事 轮回数又岂能不知 这么长时间不找自己 只是因为还没到时候 如今自己都要走了 轮回数自然不能再做事不管 只不过这种捉贼被拿脏的感觉 真是令人尴尬 杨青本还不知轮回数在说什么 但一看陆叶这幅模样便明白 这小子怕是真的拿了什么不该带走的东西 不免被气笑了 人家沈海静修士来轮回数这边 无不是抱着顶礼膜拜的心情 走几步路都要跟在长辈身后 生怕走错了丢人现眼 这小子倒是好 自己一个没注意 居然会偷东西了 小家伙胆子特大 顿时没好气一声 拿出来 陆叶舍不得 便故左右而言 他什么东西 杨青瞪他一眼 我怎么知道是什么东西 别废话 让你拿出来就拿出来 苍老的声音再度响起 很是温和 小友 妖精一族不适合被带之外界 若消息外传 不但会给妖精带来灭顶之灾 便是你所在的介遇也是一场麻烦 杨青这才知道陆叶偷了什么 本以为这小子顶多偷一些死物 谁知竟是妖精 这家伙真敢想 也真敢干啊 被轮回数这样点明了 陆叶纵是再不愿意也只能认命了 哀声叹气一声 将自己腰间的一个灵兽带解下来 打开带口 里面立刻探出一个小脑袋 赫然便是绿莹莹 一副被憋坏了的模样 大口喘息了几下 这才一跃而出 然后又转过头 大半个身子探入灵兽带中一阵捣鼓 把红丹丹也拉了出来 两个小妖精一起气恼的盯着陆叶 绿莹莹握着小拳头对她扬了扬 气呼呼道 坏人 红丹丹也在一旁附和 坏人 陆叶摸了摸鼻子 无言以对 两个小妖精舞动着翅膀飞了一圈 一头扎进了一条凭空生出的通道中 消失的无影无踪 显然是被送回妖精树界去了 轮回树的声音响起 作为小友解决树界困扰的补偿 老朽想送一件小礼物给小友 还望小友不要嫌弃 这般说着 陆叶面前虚空微微一颤 一片碧绿的树叶凭空生出 树叶看起来就跟寻常的叶子没什么区别 甚至还略小一些 只有婴儿巴掌大小的样子 不过通体碧绿 宛若绿玉雕凿而成 生机盎然 陆叶虽不知这树叶到底有什么玄妙的地方 但既是轮回树送出来的补偿 显然不会是一般的树叶 转头朝杨青望去 面露征询之意 杨青微不可查地汗手 陆叶这才功声道 长者刺 不敢辞 小子多谢树老刺宝 装手捧着 那树叶立刻落在手心 不过还没等陆叶将之收起 那树叶就忽然化作一道绿光 融进了他的手心中 紧接着陆叶感觉自己的右手手腕处微微一热 掀起衣袖一瞧 发现手腕的位置上赫然多了一片绿叶的标记 那标记看起来依然是那么的栩栩如生 好似一枚真的树叶贴在上面 但实际上只是一道印记而已 而片刻后 这印记也消失得无影无踪 杨青没有任何指示 应该不是什么坏事 此时又不好多问什么 陆叶便只能按那心中的好奇 树老 此间事了 告辞了 杨青倒全说了一句 龙君好走 这次倒是不等杨青有什么动作 陆叶面前便凭空生出一条通道 杨青率先迈入其中 陆叶紧随其后 微微一个恍惚间 视野已经天旋地转 等陆叶再回神的时候 人已出现在了天州的那座陵峰之上 面前一颗毫不起眼 树叶凋零仿佛已经死去的树木 正是那轮回树的分身 这道分身每百年一个轮回 从生机盎然到死气沉沉 如今正是他一片死寂的时候 若非从杨青这里得知此树的 种种玄妙 哪怕陆叶来到这里 见到了这棵树 也不会多加留意 但正是借助这棵轮回树的分身 才得以让自己在短短三月时间内 从九州跑到不知多么遥远的星空某处 走了一个来回 事实之奇妙 当真是超乎想象 前辈 树老那最后的次物 陆叶这才有空跟杨青打探那一片树叶的玄妙 那姑且可以算作是通往轮回树的影子吧 杨青这般说着 竖起自己的右手 露出手腕的位置 稍稍一摧力量 手腕处立刻浮现出一片树叶的印记 看起来跟露叶所得的那个一模一样 它居然也有一道这样的印记 影子 拼此印记 你日后可自由前往轮回树所在的地方 当然 前提是不受到任何干扰 因为这玩意动用起来还挺麻烦 需要很长时间的蓄力 不比咱们之前借助轮回树分身的力量 瞬息可达 这对你日后行走星空或许有些帮助 比如在某个地方迷路了 又或者需要借助轮回树作为中转 前往某个地方 都可以凭借此印记 抵达轮回树所在 路业了然 若真如此那还真的有些作用 星空广袤 尽管路业暂时没有踏足其中 但也知道在这样广袤的环境中赶路 是需要消耗很多时间的 但如果有一个固定的地点可以作为中转的话 很多时候无疑就能节省大量赶路的时间 暂时来说 这东西对它无用 可谁也不能保证以后就没用到的时候 两个小妖精换了这样一个印记 虽说亏了一些 但前者终究是带不出来的 后者却是轮回树的赠语 意义不一样 杨青又提醒道 不过这印记你只能自用 是没办法带别人一起用的 这一点你需记住了 路业汉手 看样子轮回树的这个印记 赠语过不少人 杨青道 确实赠语过不少人 所以日后你若借助轮回树作为中转的话 说不定还能碰到其他界域的修士 因为会有很多人将那里当成一个中转的地方 这是轮回树的生存之道 他万年一次轮回 每次轮回的时候都是最脆弱的时候 平日里各界的强者借助他做中转 节省时间和精力 待他需要帮助的时候 自然就有人会失以援手 这也是修行界的生存规则 想要有所得 就得有所出 路业若有所思 不过总体来说 若不是被轮回树看中的人 他也不会随随便便赐予自己的印记 舍海靖这个层次被赐予印记的很少 你能得其赠语 大概也是这次的表现不错 轮回树觉得你是个可造之才 说不定下一次他轮回的时候 就会请你出手相助 你要做好这个心理准备 路业默默点头 记忆了人家的便利 真到那时候出上一份力也是应该的 你能这么想 自然最好不过 第1275章杨青离去 前辈 你这要准备离开九州了 路业又开口问道 虽然杨青没跟他说过这个 但路业隐隐能够察觉 杨青不会在九州停留太长时间了 如今的九州 终究只是一个小池塘 又如何能容得下杨青这样的真龙 杨青淡淡一笑 这不是正是你们所期望的 路业好然 此前是我等对前辈不太了解 多有误会 嗯 如果前辈愿意的话 是可以一直留下来的 之前九州这边的新秀禁门 搞不清楚杨青对九州具体是个什么态度 所以对他的逗留不免忐忑和戒备 不管怎么说 他也在灵溪战场被封镇了万年之久 难保不会有什么怨气 他这样的强者 若真有怨气要发泄 如今的九州是顶不住的 但经过了这些日子的相处 路业发现杨青对九州其实是没有恶意的 当初那月新带来的灾祸是杨青一粒化解 之后又带着自己去了轮回树 参与太初进那样的盛世 一路来回多有造福 关其形势种种 对九州的态度已经大致明了了 再退一万步说 如杨青这样的强者 若真对九州有什么恶意的话 谁又能阻止 而换个立场来看 九州若有杨青这样的人物坐镇 可是许多介于梦寐难求的好事 此前已经有过一个月新 谁知道还会不会冒出来第二个 第三个 真到那时候 杨青若不在九州 谁能抵挡 所以在陆叶意识到杨青大概很快就要离开之后 心态也发生了一些改变 他更愿意杨青能留在九州 成为九州最大的庇护 杨青一笑 对九州来说 我终究只是一个过客 当年若非出了那样的意外 我也早就离开了 如今九州虽在 故有却皆已作骨 我也没有留下来的理由和必要 更何况 我还有自己的事要做 他转过头 看向陆叶 你们人族是个很神奇的种族 不要太过妄自菲薄 九州既是你们的家园 那守护它也是你们的责任 只想着依靠别人是走不长远的 不过也不用担心太多 九州如今所在的位置比较偏僻 除非一些意外 否则很少会有强者来到这里的 我估摸着 只要你们自己足够小心 不暴露九州的存在 不在外面留下什么痕迹 千年之内九州都算是安全的 而千年光阴 凭你们人族的成长速度 应该能诞生出一批足以守护家园的强者了 陆叶垂首受教 新知杨青这样的人物一旦有了决定 外人是很难改变他的想法的 他既已决意离开 那自己继续劝说也没什么意义 恭敬一礼 这段时间多谢前辈了 杨青摆了摆手 各取所需罢了 但愿有朝一日 咱们能在星空某处再会 说不定到时候我还有要记住你的地方 陆叶欣然 那将是晚辈最大的荣幸 好了 严禁于此 努力修行吧 杨青化落之时 人已消失不见 他这神出鬼没的手段 比起陆叶动用虚空灵魂来挪依无疑要高明得多 哪怕见过很多次 陆叶也没能把握住其中的关键 这不单单是修为上的巨大差距 更可能是一种对一种玄妙力量的运用 不过陆叶能感觉到 杨青并没有离开九州 也不知他在做什么 直到大半日之后 陆叶才忽然抬头 隐约察觉九州外空有一道身影一闪而逝的痕迹 轻轻呼喊一声 小九 一团灵光在陆叶身边不远处凝聚 逐渐化作一只小白兔的模样 蹦蹦跳跳来到陆叶面前 杨前辈走了吗 陆叶问道 乔九口吐人言 走了 陆叶略感惊奇 你怎么好像不是很高兴 乔九叹了口气 说来也奇怪 他在的时候我总是没有安全感 他这边走了 我反而更没琢磨落了 陆叶陆叶 你说万一再有个如月星那样的日照竟跑过来 咱们怎么办 乌鸦嘴 别乱说话 陆叶瞪他一眼 杨前辈说了 咱们九州如今所在的位置比较偏僻 只要足够小心 千年之内暂时无忧 可凡是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啊 万一真的发生这种事呢 杨青也只是那么一说 没办法保证什么 陆叶素人道 所以咱们需要自强 我要努力修行 提升修为 至于你 赶紧吞噬血链界的底蕴 提升自己的层次 唯有自强 才是真的强 指望别人终究是不现实的 乔九道 我一直在吞噬啊 但这种事本就比较耗时 可不是短时间内能看出成果的 那就更努力一些 陆叶迅斥道 乔九顿时愁眉苦脸 不清楚该怎样做 才算更努力 战场印记忽有讯息传来 陆叶查探 发现是剑姑红传讯 之前剑姑红等人让他找杨青 探明其对九州的态度 结果陆叶才找过来 就被杨青带去轮回树那边了 这一耽搁就是三月之久 期间剑姑红等人也联系不上陆叶 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直到此刻 终于又重新取得了联系 陆叶传讯回去 告知剑姑红自己如今所在的位置 等了不到小半日 几道流光便由远及近迅速掠来 正是剑姑红等人 见如今九州的新秀镜 已经有数百人之多了 主要是九州才刚晋升大型界域 有太多神海九层镜后积勃发 现如今的九州境内 几乎每日都有人晋升星秀 这也是每一个新晋的大型界域都会经历的场面 随着时间的流逝 这样的晋升频率会逐渐趋于平稳 到时候神海晋升星秀会呈现出一种连绵不绝 前扑后继的状态 而不是如现在这样一轮又一轮的爆发 基本上所有的新秀镜都在外探寻星空 搜寻修行所用的领域 他们也没跑太远 大抵都分散在距离九州不到一月的路程内 如此 一旦九州有什么变故 他们就可以尽快赶回来支援 当然 这也跟九州才刚跟星空接轨没多久有关系 修士们才刚刚开始探索星空 都不敢跑得太远 免得不小心迷路 找不到回来的方向 那就尴尬了 大多数新秀镜都在外探索星空 只有见孤红等寥寥几人留守了下来 主要还是因为杨青 哪怕他们的实力在杨青面前不堪一击 可作为现如今九州最强大的修士群体中的一员 他们有义务也有责任留守守护 彼此照面 见孤红立刻开口问道 情况如何 陆叶道 杨前辈已经走了 见孤红误然 走了 陆叶点点头 他已经离开了九州 以后也未必会回来了 见孤红等人不由有些沉默 皆都没想到提心吊胆这么长时间的问题 居然就这么轻松的解决了 但正因杨青走的干脆 反倒让人觉得可惜 因为如此一来 就可以确定杨青对九州确实没有任何恶意 这样一尊强者离去 九州可就没有什么庇护了 再有如月星那样的恶客降临 可就得依靠九州自己的能力抵挡了 人性终究是复杂的 杨青在的时候 新秀静门提心吊胆 唯恐他对九州不利 如今他就这么走了 又不免觉得自己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父 颇有些汗眼 许久之后 见孤红才开口道 走便走了吧 九州终究是我们人族的九州 日后介遇的安全 还得靠我们自己来护持 陆叶汉守 前辈这话说得在理 所以咱们日后都得好好修行 尽快提升修为才是 吴长好奇道 你小子忽然消失了三个多月 这是跑哪去了 怎么都联系不上 陆叶道 杨前辈带我去了一个叫轮回树的地方 参与了一场汇聚数千个戒狱的盛事 此言一出 几人都来了兴致 吴长更是瞪大眼珠子 汇聚几千个戒狱的盛事 九州修士如今所接触的戒狱 除了本土之外 就只有雪恋戒和无双大陆了 虽说大家如今都知道 广袤星空中有很多戒狱 但汇聚数千个戒狱的盛事是何等光景 实在很难想象 不知那到底是怎样一幕恢弘的场面 见几人有兴致 陆叶便简单的讲述了一下事情的前因后果 得知面前这棵看起来死气沉沉的小树 居然是一颗先天至宝的分身 绕是几人心性沉稳 也不免嘖嘖称奇 又听得陆叶讲起轮回数 那边数千戒与强者汇聚的场面 几人都不由心生向往 再听得各个种族的神奇和玄妙 欲发心仰难耐 最后听闻陆叶在那太初尽忠力压群雄 勇夺榜首 几人都与有荣烟 笑容满面 无常拍拙陆叶的肩膀 好小子 这么看来 那些戒狱的妖念们 终究还是不如我九州啊 哈哈哈哈 干得不错 剑公红道 一夜 那位杨前辈为何不让你透露出身九州 反而借了九天之名 陆叶正色道 因为前九州时代招惹了很多强大的敌人 虽说已经过去了万年之久 但对于那些顶级戒狱和顶级强者来说 仇恨是不会那么容易被遗忘的 咱们九州的落寞也是因为太过张扬的缘故 所以咱们日后行走星空 尽量不要暴露自己九州的出身 免得为人惦记 第1276章清典 这是个在很长时间内都值得在意的问题 剑公红等人默默记下 回头还要找机会通知那些已经离开九州的新秀镜们 好在大家如今跑得都不算太远 消息传递起来不算麻烦 杨卿离开了 现如今摆在剑公红等人面前的还有一个问题 一夜 你觉得九州这边 现阶段还有需要新秀镜留守吗 剑公红几人留下来是因为杨卿的缘故 眼下杨卿已经离去 他们好像也失去了继续在九州逗留的理由 但就这么走了九州又无人守护一时拿不定主意 陆叶想了想到 我觉得几位前辈当务之急还是要去搜寻灵域提升修为 清秀镜对整个星空来说只不过是个起点 几位即便留在九州镇守 真若有强敌来犯恐怕也起不到什么作用 再者说咱们九州跟无双大陆那样的介域不一样 九州的天地意志很清晰强烈 若真有外敌入侵是可以降下天罚的 以现如今九州的底蕴来看 哪怕来的是月瑶镜天罚之威也能勉强抵挡 反倒是前辈们这样的新秀镜对上月瑶镜会显得无力 对现阶段的九州来说 小九能降下的天罚无疑才是最强的庇护 在九州修士的个体实力超越本界域的天罚之威前 任何留守都是没有意义的 与其留在九州浪费时间 还不如去搜寻一些修行所用的资源 剑公红汉手 你说的在里 那我们几个也该启程了 清秀镜 终究是要行走星空的 本界域的是无需他们多加插手 自有各州的神海静门去操心 这么多年 九州都是这么过来的 没道理如今诞生了新秀镜 神海静门反倒变得无用了 而这也应该是一个介域正确的发展方向 新秀镜是个分水岭 新秀镜之下的修士在介域内拼搏努力 新秀镜之上的修士则涌入星空中寻找前路 剑公红几人离去了 临风之上 就只剩下路夜行之影丹 还有一个小九显化的兔子在一旁蹦蹦跳跳 显得无庸无虑 唯有选择回澳山 对他来说 如今的任务只有一个 晋升神海九层镜 借而突破星宿 拥有行走星空的资格 所以留在这里修行也是一样的 反倒是这里更加亲近一些 而且有战场印记这东西 其他人若是有事想联系他 也能随时传讯过来 一场太出镜的神海之争 让他大开眼界 也比九州其他所有修士更加认识到了本戒狱的不足 戒狱想要强大 还得依靠修士 修士个体的实力越强 戒狱才能越强 星空之中 强大的戒狱比比皆是 他所见到的听到的 可能只是冰山一角 更多的却是那些连参与神海之争的资格都没有的戒狱 但这些戒狱未必就比九州弱 只不过因为他们没有强者能从轮回树那里讨一颗分身 所以才会缺席那一场盛事 此身实力的提升 戒狱未来的发展 路也忽然发现 修行之路 任重而道远 当初只有灵溪进云和进的时候 一心只想着什么时候能进升神海 就可以横行无际 如今方知神海也不过是慢慢修行路上的另一个起点 便是真的修行到日照尽又如何 月薪足够强大 还是一样被阳亲给弄死了 不过这并没有阻碍路也修行的热情 反而让他更加干尽十足 修行之事犹如登山 探过一座又一座高峰的过程才是最能回味无穷 最值得期待的 路也没有急着修行 而是开始清点自己这一趟在轮回树那边的收获 各种战利品取出来 在面前摆得琳琅满目 首先便是在虫族术界得到的虚空兽的星河 这玩意是虫族安置在术界中的 用以打通与其他术界之间的联系 好方便虫族术界的虫族入侵其他界域 掳掠那些稀有种族 原本虫族的安排算是万无一失 毕竟虫族术界那样的地方 一般神海境修士是没资格擅闯的 更不要说将这样的宝物抢走 天天陆业就干下了这样的事 不但将虫族术界的虫巢连根拔起 虚空兽的星河也没有放过 这星河之内蕴藏了极为玄妙的纹路 似有虚空灵纹的痕迹 陆业此前只是匆匆查探了一下 并没有太仔细观瞧 如今来看其中的纹路确实有很明显的虚空灵纹的痕迹 此物能打穿两个不同的术界 所依仗的大概也是其中蕴藏的灵纹的功效 陆业隐隐觉得这玩意或许可以用来逃跑 比如自己被困在某一方封闭的空间中的时候 应该可以借助此物玄妙的威能 打开封闭空间与外界的联系 这只是他的一个想法 具体要如何才能催动此物的威能 就得仔细尝试了 不管怎样 先收着总是没错的 说不定什么时候就能用得上 陆业又看向一旁 堆积成一座小山般的灵域 这些灵域他没有细数 但三万块总是有的 也是跟东浪一起在那灵域矿脉之中的收获 其中夹杂着少量一些灵金 不多 相对而言 灵金的价值比起灵域无疑要大得多 其中蕴藏的能量也更加澎湃 两者之间的关系 就好似下品灵石与极品灵石的对比 在那灵域矿脉中遇到东浪绝对是个运气 若不是东浪分了他一些食欲以 单凭他自己的能力 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在不到一月时间内有这么大的收获 按他自己的效率 同样的时间能开采出一千块灵域就不错了 哪里可能有三万块之多 对那些长久在星空中闯荡的强者们来说 三万块灵域可能不算多 但对陆业来说 这却是一笔不小的财富了 要知道剑公红等人之前在星空中搜寻灵域 忙活了一两个月 最多的一个人才只收获几百块灵域而已 有收获少的 只有几十块 这还是九州周边的星空 这么多年来无人探索 灵域产量不低的结果 换做其他一直有新秀镜修饰诞生的大型介域 本介域周边的外空 基本是找不到灵域的 因为一旦诞生 就会被人收集走 根本不会留存太久 三万块灵域 最起码能保证陆业在晋升星宿静之后 短期内的修行所需 别的不说 星宿静的境界足以完全稳固下来 这对他是有很大的实际性的好处的 灵域是最实在的生货 除此之外 就是各种缴获来的战利品了 陆业这一趟在太初境中 杀了不少人 固然基本上所有人都有独属于自己的储物空间 即便被杀 杀人者也得不到多少缴获 但他们拿在手上的灵宝总是能当作战利品的 而且据都是各个介域的最优秀的神海静 所用的灵宝品质当然都是精品 摆在陆业面前的各种形态的灵宝和其他宝物 灵灵总总足有几十件之多 还有一些没有打开的储物袋 里面的东西即便没太大价值 可积累起来应该也很可观 对这些灵宝 陆业是用不上的 作为兵修 他有一把盘扇刀就足够了 自然不需要再借助其他的宝物 倒是可以拿来给剑湖吞噬 这一趟太初境的争锋 让陆业意识到一个问题 随着自身修为的提升 剑修分身所能发挥出来的作用越来越小了 究其原因 剑修分身的实力太依仗剑湖中的剑气 剑湖内的剑气微能不足 剑修分身的表现自然差强人意 剑湖中现如今储存的剑气 都是以前吞噬大量法器灵气衍生出来的 威力不够大 可如果让剑湖吞噬灵宝层次的宝物 剑气的微能必然能得到极大的提升 陆业以前不知道剑湖的来历 只觉得这宝物很是神奇 也不知拥有怎样的玄妙 竟能通过吞噬其他宝物来衍生剑气 现如今知道剑湖是先天至宝的属宝 那它再如何玄妙神奇都是可以接受的了 莫说是零宝层次的 哪怕更高等级的宝物 剑湖应该都可以吞噬 而且衍生出来的剑气会更强 纳玄杜界的丁优说过 万年之前 曾有人带着剑湖现世 其威能足以催心念日 极为可不 剑湖之威到底能不能催心念日 陆业不清楚 但如果剑湖真的吞噬了足够档次的宝物 这事也未必就不可能 不过剑湖有一个弊端 那就是剑气是无法回收的 所以想要保持剑湖的威能 就得吞噬大量宝物 这以后打起架来消耗可就大了 没有犹豫 陆业除了留下一根短杵和少量黑鲨之外 其他的宝物全都让剑湖吞噬了 那短杵是来自虫族燕崖的灵宝 分量极重 质地极为坚固 黑鲨则是来自一个体修的宝物 同样具备沉重的分量 而且还有附着的效果 留下这两样东西 主要是用以给盘山刀改住用的 与暴石的一战 盘山刀上多了许多细小的缺口 而且随着陆业修为的提升 如今的盘山刀已经有些不能满足他的需求了 最迟带他近身新秀 盘山刀的改住就是在必行 第1277张什么玩意 因为有斩魂刀演化静置的效果 所以陆业对盘山刀改住的要求不高 只需加固本身的质地和分量即可 这种是随便一个有些造诣的练习师都能完成 几乎没有太大的难度 陆业甚至都想自己去动手改住 他在练气之道上还是有些造诣的 毕竟曾经在剑气宗秘境中 跟随空空大师苦修了好几个月的练气 在此道上也不算毫无了解 不过这事暂且不及 距离他寄生新秀终究还有一段时间 查探完其他收获 最大的收获就是那宝葫芦了 也就是剑葫的兄弟 两个宝葫芦摆在一起 从外表上看起来差不多的样子 只不过表皮的颜色有些不一样 剑葫整体呈现出一种青色 算是青葫芦 而这第二个宝葫芦的表皮略微泛着一些红光 轮回树的太初境每百年开启一次 来自各界的神海境妖念们得以在其中争锋 但并不是每一次都能遇到造化藤现世的 唯有宝葫芦成熟的时候 造化藤才会自令一方空间显露世人眼前 古往今来 太初境的神海之争不知进行了多少次 但造化藤却总共没显现几次 万多年前 九州的剑气宗有人夺得了剑葫 更久远之前 曾有人夺得了一个蜂壶 那蜂壶据说能刮出明年刚风 修士沾之即死 如今是一方顶级界域的镇界之宝 或许还有其他功效不同的宝葫芦为人血藏 但因为年代太过久远 而且密不适人 所以不为人知 陆叶这次夺得的宝葫芦到底拥有什么样的神奇功效 它也是很好奇的 只不过在太初境中环境不对 所以一直没有查探 如今终于有了机会 将宝葫芦拿在手上 默默催动灵力感知者 能清楚地察觉到宝葫芦内蕴藏了无数反傲复杂的纹路 即便是陆叶如今在灵文之道上的造诣 也难以揣摩这些纹路的具体功效 尝试催动灵力灌入其中 看能否激发出宝葫芦的威能 但灵力涌入却如石沉大海 没有任何反馈 陆叶初始还以为自己发力不够 宝葫芦终究是先天至宝的孰宝 大抵也不是这么容易催动起来的 直到陆叶耗费了小半日时间 一身灵力消耗大半 宝葫芦依然没有任何反应 他才得以确定 此宝的威能大概不是这么催动的 否则就算他修为不够 也不至于一点反应都没有 只看剑狐就知道了 他得到剑狐的时候才只真狐进而已 依然能催动剑狐之威 没道理这心得的宝葫芦催动不起来 既然不是这么催动的 那又要如何催动 陆叶又想起剑狐的特性 隐隐猜测此宝是不是跟剑狐一样 需要先吞是什么 剑狐就是如此 先吞是宝物 衍生剑气 才能催动剑气杀敌 这么想着 陆叶取出一件垃圾法器来凑到宝葫芦的虎口 不出意料地 没有反应 他虽对造化藤这样的先天至宝了解不多 但也大概知道一件事 那就是出自造化藤的这些宝葫芦 应该都具备了不同的功效 不会出现两件功效一模一样的宝葫芦 这是一种感觉 但陆叶坚信这个感觉是没错的 所以眼下既有了剑狐 其他的宝葫芦应该是无法吞噬宝物的 倒也没气馁 又拿起一块零食尝试 依然没有效果 再取淋浴 同样如此 陆叶一时有些头大 难道自己想错了 这个宝葫芦不是要先吞噬什么才能产生微能的 可若如此 那到底该怎么试探出他的功效呢 这事就挺难办 因为没有先例可循 一切都只能靠自己摸索 总不能自己费尽心思在数百修饰眼皮子底下抢了一个宝葫芦回来 只能当摆设吧 那也太亏了 追逗名利灌入其中没有反应 法器不行 零食零玉不行 陆叶又随手拿起一瓶疗伤丹 从里面倒出一粒灵丹来 凑近宝葫芦的虎口 陆叶本只是随手一试 也没到什么指望 但神奇的一幕出现了 凑到虎口的那一粒疗伤丹 竟让宝葫芦起了一些反应 虎口处光芒微微一闪 凌丹被吸入其中消失不见 陆叶微微震了一下 旋即大喜 有反应就行 就怕你没反应 拿起宝葫芦 眠眼凑到虎口前仔细瞧了一阵 却没发现被吞入其中的疗伤丹的踪迹 使劲晃了晃 也没有半点声响 宝葫芦内部仿佛是一片虚无的空间 凌丹被吞入其中就消失不见了 陆叶不眠又迷茫了 如今来看 这宝葫芦的功效应该跟灵丹有关 最起码一点 他能吞噬灵丹 但吞噬了灵丹之后却又没别的什么异常了 这就让人很是头大 第一次太过突然 陆叶没有反应的时间 所以他又取了一粒疗伤丹出来 这一次动作很慢 在将疗伤丹凑进虎口的同时 陆叶也在紧密关注宝葫芦的变化 结果跟刚才一样 宝葫芦的虎口处一道微弱的亮光闪过 疗伤丹就被吞入其中 陆叶不信邪的把宝葫芦倒过来 使劲抖了抖 却没有任何东西掉出来 疗伤丹被吞了之后就如石沉大海 连个浪花都没击起来 陆叶眉头紧皱起来 思考着其中的可能性 拳击他又取出了别的灵丹来尝试 发现毫无例外 不管是什么样的灵丹 宝葫芦都照吞不误 然后整个葫芦就像是皮修一样 只进不出 这什么玩意 陆叶有些生气 巧巧见他忙个不停 蹦蹦跳跳地跑了过来 瞪大了一双兔眼 定定地瞧着他手上的葫芦 鹿一鹿叶 这葫芦是做什么的 感觉很厉害的样子 鹿叶眉好气一声 他厉害不厉害我不知道 反正挺气人的 转头看了看小九 心想不知道 宝葫芦能不能把小九给吞了 但这是不能尝试 真要是吞了 那问题就大了 不过照眼下探索得到的经验来看 宝葫芦似乎只吞灵丹 别的东西不会让他起什么反应 刺势瞧出了他的心思 小九连忙退后几步 身形一晃就化作荧光消散不见了 鹿叶继续按那心情尝试 宝葫芦可以吞噬灵丹 那药材呢 似乎也可以试试 这一趟鹿叶在太初镜中采集了不少珍惜的药材 都是外界难得一见的好东西 本是准备带回来交给二师姐和花瓷炼丹用的 对医修来说这些可都是珍贵至极的东西 此刻也都摆在他面前琳琅满目一大堆 他不通药里这些药材都有什么特性 能用来做什么自然是一无所知 随手抓了一株还带着泥土的药材 慢慢的送到宝葫芦的虎口前 结果正如他所想的那样 宝葫芦虎口处光芒一闪 那一株药材便被吞噬得无影无踪 再取一株尝试还是一样 陆叶若有所思 这宝葫芦可以吞噬各种灵丹 也可以吞噬药材 如此一来就可以确定它的功效应该是跟药物有关的 但具体要如何确定就需要更多的尝试了 如今宝葫芦没反应 或许是因为吞的不够多 反正手上的药材和灵丹一大把 多尝试一下还是没问题的 打定主意陆叶一会取出灵丹让宝葫芦吞噬 一会取来一株药材让宝葫芦吞噬 直到宝葫芦吞了十几株不同的药材之后 一变凸起 陆叶忽然察觉到手中的宝葫芦正在轻微地震动 他连忙抓紧了 神念涌动 细心感知 隐约能察觉到宝葫芦内部四在发生一些极为玄妙的变化 但具体是怎样的变化 却又感觉不出来 陆叶只知宝葫芦内 各种玄妙的灵纹正在幻面幻生 速度快得他根本来不及查探辨别 如此情况持续了足足一注相时间 震动的宝葫芦才忽然停下了动静 陆叶凝神打亮着 却见宝葫芦虎口又是一道微弱的光芒闪过 紧接着一团阴晕的光芒自虎口处喷出 神某玩意 陆叶眼急手快 一把将那阴晕光芒抓在手上 还没来及的打亮 虎口处又是一道微弱光芒闪烁 第二团阴晕喷涌而出 紧接着是第三团 第四团 陆叶一阵手忙搅乱 足足涌出了九团光芒 保葫芦才恢复正常 到了此刻 陆叶也知道自葫芦中喷出的阴晕到底是什么了 那赫然是一粒粒灵丹 只不过跟他认知中的灵丹有些不太一样 这些灵丹每一粒表面都纹路丛生 看起来极为玄奥复杂 仿佛天然生出 却又暗藏极为玄奥的智力 因为这些纹路的原因 一粒粒灵丹都绽放出微弱的豪光 看起来光彩夺目 这是陆叶从未见过的灵丹的模样 如果说他以前所接触的灵丹是泥丸的话 那这九粒灵丹就是宝珠 不但卖香极佳 更散发着一股淡淡的清香 令人嗅之精神气爽 连带着方才的不快和恼火都烟消云散 哪怕不知这些灵丹的功效 陆叶也能清楚地判断出 这九粒灵丹 绝对是品质达到极致的宝丹 至于其到底有什么功效 那就不太清楚了 还需要亲自尝试一下 第1278章摸索 吞福灵丹这种事对陆叶来说是没什么顾忌的 莫说从宝葫芦里喷出来的是不知什么功效的宝丹 便是真的独丹 他也不在乎 天赋树焚炼之下 这世上怕是没有什么独能对他产生作用 随手取了一粒直接丢进口中 轻轻咀嚼了一下 口中便传来波的一声 仿佛有什么东西破碎的动静 紧接着一股甘甜便顺着喉咙滚落腹部 那感觉倒不像是吞浮灵丹 而是在吃一枚满是甘甜果叶的浆果 轻微的声响是浆果的外皮破裂的声音 露夜还是头一次有这样的体验 自修行至今各种灵丹它吞浮了不少 尤其是提升修为的灵丹 只有一个感受 但凡是灵丹就没有好味道的 可这出自宝葫芦的灵丹 却给了它不一样的感受 暗暗惊讶 不愧是来自宝葫芦的灵丹 这口感就与众不同 静下心神 体验这灵丹的功效 片刻后 露夜弄明白了这灵丹到底有什么用处了 这赫然是疗伤丹 因为要消化解之后 自身体内一些淤积的暗伤 竟有极大的缓解征兆 浑身上下都传来一阵酥酥麻麻的舒爽感 身为兵修 要时常与敌贴身搏杀 战斗中受伤是在所难免的事 露夜修行至今 大伤小伤不断 曾有一段时间 脱下衣服之后 身上纵横交错的伤口 触目惊心得很 这些伤事在恢复好了之后 其实还有一些细微的淤积 很早之前 花瓷就跟他说过 若有机会 一定要时常找一修仔细调理 如此才能消除体内暗伤的淤积 露夜也没太当回事 因为这些细微的淤积 对他实力的发挥 没有什么实际性的影响 甚至说 他平日里自己都感受不到 但当这一粒疗伤单吞服下去 随着药效的发挥作用 淤积的暗伤的缓解 却是实打实的 短短时间内 露夜竟觉得整个人都轻快了不少 血肉之中似乎迸发出更大的火力 这样一粒疗伤单的功效 几乎已经无法用言语来形容了 其对伤势的疗效几乎已经达到了极致 更让露夜感到惊讶的一点是 在吞服了这粒疗伤单之后 天赋数居然没有任何反应 这是以前从未发生过的事 任何灵丹都是有杂志的 灵丹入腹 有用的东西为肉身所吸收链化 发挥出其该有的药效 那些杂志则会被天赋数焚烧干净 继而化作灰物消散不见 品质越高的灵丹 天赋数的反应就越小 也就是灰物越稀薄 迄今为止 牧业所吞服的灵丹品质无不上加 因为它在很早之前就不缺功勋和战功了 灵丹这东西在天机宝库中随意就可以购买 自然是捡那些品质好的买 可品质再好 也是有杂志的 反应在天赋数上就是焚烧之后产生的灰物 但这一次天赋数上却没有半点灰物生出 这无疑意味了一件事 从宝葫芦里生出的这疗伤丹 没有半点对自身有害的杂志 这是何等不可思议的事 要知道即便是记忆再怎么高超的丹师 炼制出来的灵丹都不可能毫无杂志 这根本就是人力无法达成的事 而这样的疗伤丹 在吞服了一粒之后 还有足足八粒 这东西若是用在关键的地方 可是足以保命乃至救命的 疗伤丹的生出 必然跟之前被保葫芦吞噬的十几株药材有关系 那些药材都是鹿叶子太出镜中采得 极为珍贵珍惜之物 这样的药材被保葫芦吞噬之后 诞生出来的疗伤丹 品质必然也是极高的 自然会拥有极为不凡的药效 至于其没有任何杂志 应该跟那些药材无关 这到底是保葫芦自身的能力 换句话说 哪怕换成别的不那么珍贵的药材 保葫芦生出的灵丹 也不会有杂志 这是保葫芦自身的能力 现在关键的问题是 陆叶没搞懂这些灵丹是怎么诞生出来的 这其中必然有一套流程 若是能搞明白这个流程 陆叶觉得自己大概就能搞清楚保葫芦的功效了 他回忆着自己之前之前的种种举动 无非就是让保葫芦吞噬灵丹 然后吞噬自己从太初境中采集的药材 好像也没什么规律可循 而且那些药材具体是什么他都不认识 只是随意选择 想要在这样的无序中寻找规律 无疑有着不小的难度 但既然已经有过成功的先例 只要在多加尝试 必然能有所发现 抱着这样的心思 陆叶又开始让保葫芦吞噬灵丹和各种药材 如此过了片刻 保葫芦又是一阵轻微的震动 陆叶新知 这保葫芦又要喷吐灵丹了 当即摒弃凝神 一边感知保葫芦内部的变化 一边等待 果不其然 片刻后 随着虎口一阵微光闪过 有阴晕的光芒被喷吐而出 这下陆叶早有准备 轻松将之收起 然后是第二团 第三团 又是足足酒团光芒之后 保葫芦才再次安静下来 陆叶仔细打亮新产出的这九粒灵丹 发现跟之前的九粒一样 都阴晕丛生 光彩夺目 灵丹表面纹路遍布 看起来极为险奥 但可以很明显地分辨出 这一批九粒灵丹 跟之前的九粒不是同一种 不单单只是灵丹的大小不一样 最明显的是颜色不同 这又是什么情况 为什么差不多的流程之下 保葫芦会生出两种不同的灵丹 难道说跟投入的原材料有关系 陆叶从太初进中采集的药材数量不少 种类也很多 之前投入保葫芦的药材 跟这一次投入的自然不太一样 不同的原材料被吞噬之后 能产出不同的灵丹 似乎也是应有之事 而且陆叶发现了一个规律 那就是保葫芦一旦开始喷吐灵丹 那必然就是九粒 一粒不多 也一粒不少 尽管这才只有两次经验 但想来 这是保葫芦一个潜在的规律了 之前的灵丹是疗伤丹 那么这一次是什么 带着一丝好奇 陆叶取出一粒灵丹塞入口中吞服 跟刚才一样 轻轻咀嚼之下 灵丹破碎 紧接着便是一股香甜 顺着喉咙落进腹部 默默感受了片刻 陆叶眉头一扬 他大概知道这次灵丹的药效是什么了 这赫然是能提升修事修为的灵丹 也就是修行所用 而且功效齐佳 耀效绵长 正常情况下 他吞服灵丹修行的过程大概是这个样子 一粒灵丹入腹 烈化吸收 化作自身强大的底蕴 整个过程持续不会超过10C 因为每一粒灵丹给自身带来的提升有限 所以感受也不是很明显 非得积累到一定程度才能清楚察觉 但这一粒灵丹持续发挥的作用何止10C 几10C过去了 腹内依然一片暖洋洋的 好似腹内多了一个小火炉 最主要的是 陆叶能清楚地察觉到随着药效的化开 自身的底蕴在缓慢地成长 这就意味着 这一粒灵丹能给他这个层次的修饰带来的提升 是极为可观的 这样借助灵丹的修行效率 甚至要比他到天机来的更快 原本对陆叶来说 到天机才是最快的修行方式 因为天赋术可以尽情地吞噬精纯的灵力 化作自身底蕴 吞浮灵丹和灵食 只是一种辅助的手段 但如果手上有足够多的这样的灵丹 那吞浮灵丹的修行效率必然会成为修行的主要方式 更可怖的是 这灵丹没有半点杂志 任何人都可以轻松炼化吸收 所以若真有足够多的这样的灵丹 那不管是什么人 修行速度都将得到飞跃般的提升 这对修行界现有的修行方式必然是一个极大的冲击和颠覆 腹内无形的小火炉依然在持续发挥作用 这一粒灵丹的药效不知能维持多久才会彻底消耗殆尽 难能可贵的是 它蕴藏的药效固然极为庞大 可在修饰体内却是缓慢的释放 不会一次性爆发出来 这就给修饰有足够的吸收链化的时间 不会造成药效的浪费 陆叶静下心神 已经有过两次成功的经验了 虽说这两次经验好像没什么特别的规律 但只要有更多的尝试 必然能找出其中暗藏的规则 接下来的数日 陆叶一直在跟宝葫芦斗智斗勇 期间他甚至还传讯给二师姐 跟他讨教了一些药理上的东西 经过坚持不懈的努力和摸索 陆叶终于找到了这宝葫芦正确的使用方法 也知道了他到底能发挥出什么样的功效 摸索的过程是坎坷的 可一旦找出其中的门道 那所有的问题都能迎刃而解 陆叶也没想到 自己在太初境中夺得的这个宝葫芦 居然有这样神奇的能力 他不像剑弧 能吞噬宝物衍生剑气 杀敌于无形 也不像那传说中的风狐 内域名言刚风 威能无穷 他就是一个能炼丹的东西 只不过借助他的威能 哪怕对药理知识一窍不通 只要掌握了其中的规律 也能炼制出品至极高 没有任何杂质的灵丹 而且最让人省心的是 炼制不需要任何外力的干扰 保护露自身就可以完成炼丹的整个过程 陆叶决定将之称为丹湖 第1279章丹湖的正确使用方法 炼丹是一件非常严谨的事情 一个成熟的炼丹师往往需要从辨别药材开始学习 数年数十年的积累 在一次次失败中摸索成功的经验 如此方才有可能炼制出灵丹 而一个宗门想要培养出一个合格的丹师 在前期也需要大量的投入 如那些小宗门和小家族 根本没有实力和底蕴来培养自己的丹师 因为光是在炼丹积累过程中的花销 就不是他们能够承受的 九州之中一修的总量其实是不少的 这些一修每一个都精通药理 知道如何才能给人更好的疗伤 但并非所有的一修都能炼丹 能够炼丹的一修只占总量的很少一部分 甚至都不到一成的数量 哪怕是这一成 炼丹的技艺也是有高有低 不能一概而论 但这世上却有这么一个神奇的宝物 即便是不通药理之人 只要掌握了其中的规律 就可以炼制出让最高明的丹师都望尘莫及的宝丹 丹胡 陆叶决定将这得自太出镜的宝葫路称为丹胡 这个名字与他的特性倒也完美相符 他其实也搞不懂丹胡为什么会有这样神奇的能力 但他既是先天至宝的属宝 拥有一些常人无法理解的奇特道也说得过去 就如剑胡拥有吞噬宝物衍生剑气的能力一样 这就是剑胡本身的能力 使用者无需弄明白其中的原理 只需加以利用即可 原本陆叶近日没有返回澳山的打算 但在弄明白丹胡的功效之后 还是不得不返回澳山一趟 就进寻了一处天机商盟 借助天机商盟内的天机柱 直接传送回了碧穴宗本宗 这是小九给他开的小灶 整个九州 现如今也只有陆叶能够随意借助天机柱传送各处 其他人是没有这个权限的 主要是小九一直没险于人前 现如今在九州之中 知道小九底细的 也只有陆叶一人而已 之前还有个杨青 不过杨青已经走了 在守正风上找到二师姐水渊 一番简单言说 二师姐便将他带至一处密室中 见他一副神神秘秘的样子 水渊失笑 这时弄到什么好东西了 陆叶冲他束割大拇指 二师姐会眼如炬 师弟我还真弄到好东西了 看 剑宝一样把丹胡取了出来 水渊接过 仔细审视打量着 虽能感觉出丹胡的玄妙和不凡 但到底不凡在何处 却是一头雾水 不解的望着陆叶 此宝 何用 陆叶从他手上接过丹胡 又从自己的储物袋中取出一瓶名单 和一些事先准备好的药材 开口道 师姐且看这些药材 有什么想法 水渊在丹道上的造诣是不低的 再加上前两日陆夜还特意跟他传讯讨教过一些东西 所以一看那些药材便心中了然 这些药材是炼制云灵丹的材料 九州之中 修饰修行所需的灵丹案档次高低分为三种 运灵丹 圆灵丹和云灵丹 运灵丹档次最低 是灵虚静修饰修行需要用到的 其次便是圆灵丹 是云和静修饰修行所需之物 而云灵丹则是真壶和神海修行时用到的灵丹 炼制的材料不一样 蕴藏的药效也不一样 陆夜在寄生真壶静之后 服用的灵丹就是云灵丹了 修行和抖战之时 经常如吃炒豆子一样往嘴里塞 云灵丹档次最高 炼制也最不容易 即便是水渊亲自出手 也只能保证七成的成功率 所以在见到陆夜取出这些炼制云灵丹的材料之后 顾免有些好奇 莫不是陆夜要自己来炼丹 若如此 那这个葫芦又是做什么的 陆夜微微一笑 打开那个装有灵丹的瓶子 从中取了一粒灵丹出来 赫然正是云灵丹 紧接着 在水渊不解的注视下 陆夜将这一粒云灵丹送至丹湖的湖口 微弱的光芒闪过 丹湖将云灵丹吞入其中 陆夜又连忙将那些炼制云灵丹的材料 一股脑塞进丹湖中 当所有的材料入了丹湖后 丹湖忽然轻轻地震动起来 水渊不解 却没多问 只是静静等待 只片刻功夫 湖口处便又有微弱的光芒闪过 紧接着一团阴晕喷涌而出 陆夜早有经验 连忙收起 接连收了九次 这才将之送到水渊面前 师姐请看 水渊都看呆了 放眼望去 只见陆夜手心上 九粒光彩夺目的宝丹整齐排列着 每一粒都绽放微弱豪光 这样的东西说是明珠也不为过 眨一眼看上去跟灵丹完全没有关系 哪怕水渊接触丹到已经很多年 也亲自炼制过不少丹药 也从未见过如此离奇的场面 抬起两根玉纸 从陆夜手心处捏起一粒灵丹 仔细观摩灵丹表面的悬傲纹路 然后放在鼻尖下轻轻秀了秀 一脸震惊地望着陆夜 这是云灵丹 陆夜汗手 师姐可适时要笑 水渊望着手上的灵丹 好似见到了什么喜爱之物 颇有些不舍 但想想陆夜手上还有八粒 便意狠心将之塞入口中 弹口内传来波的一声轻响 水渊闭上了眼睛 静静感受着 脸上的表情不断变换 若非亲身感受 很难相信这世上竟有品质如此之高的 圆灵丹 他清楚地察觉到 这一粒灵丹入腹 很快化作温和的要力 再提升自身的底蕴 最难得的是 他没有从中感受到丝毫杂质的存在 尽管没有陆夜天赋术那样直观的体现 但修为实力到了他这种程度 尤其是作为一个出色的丹师 一粒灵丹中蕴藏多少杂质 还是能模糊察觉到的 任何灵丹都有杂质 那是对修饰有害的东西 也可以称之为单独 长时间服用灵丹 修饰体内的单独就会淤积 非得耗费时间和精力来化解不可 所以修饰修行 借助灵丹只是一种辅佐的手段 没有谁会大量吞服 真如此 事后又要耗费时间去化解单独 得不偿失 一种灵丹的品质高低 完全取决于其中蕴藏了多少单独 这也是丹师们在炼丹时的极致追求 既以高超的丹师能够炼制出更少单独的灵丹 自然就更受人追捧 但水渊从未想过 这世上竟存在没有任何单独的灵丹 而且就是在他眼皮子底下诞生的 至此一点 这灵丹存在的消息一旦外泄 必然要受到所有修饰的追捧 不单单如此 这一粒云灵丹的药效也极为浓郁 绝非一般的云灵丹可以相提并论 其中的差距 最少也要以几倍来论算 同样是云灵丹 没有单独 而且药效相对于普通的云灵丹 更有几倍之多 这样的灵丹几乎可以称为神物了 水渊常年坐镇碧血宗 把总宗门的发展 所以只在一瞬间 便意识到这种灵丹将来带来的巨大作用 最直接的一点 宗门内若是有足够多的这种灵丹 那弟子们的修行速度 必将有难以想象的提升 成长过程需要耗费的时间 也比其他修饰要缩短很多 脚尸地 这葫芦是什么宝物 为何能炼制这样的灵丹 水渊睁眼 开口问道 陆叶道 我叫他丹湖 是这一次随杨亲前辈去往一个叫轮回树的地方 机缘所得 原本我也不知道他到底有什么功效 近几日才摸索出来的 至于为何能炼制灵丹 此物是先天至宝的属宝 这大概是他自身的能力 其中机理不可考究 我只知利用 来 师姐 我叫你怎么用 此物日后由你保管 水渊汗手 认真聆听 其实丹湖炼制灵丹的流程很简单 首先就是需要让丹湖吞噬一粒灵丹 这算是一个影子 然后再往丹湖内投入炼制此灵丹需要消耗的药材 当投入的药材分量和数量足够之后 便只需安静等待 丹湖就会自行炼制出品质其高的灵丹 喷吐而出了 当然 丹湖出产的灵丹品质高低 跟投入的药材好坏有很大的关系 陆业之前炼制的疗伤丹和修行所用的灵丹之所以有那么高的品质 最大原因就是他投入其中的药材都来自泰出境 那些药材不但珍稀 而且珍贵 由这些药材作为原材料炼制出来的灵丹 品质自然也水涨船高 在水渊面前演示时 投入的药材是从天机宝库中买出来的 都是九州境内能随意寻觅到的药材 可即便如此产出的灵丹品质也超乎想象 那绝非人力能达成的品质高度 丹湖不同于剑湖和纳丰湖 能让修士拿来与敌争斗 让修士拥有强大的功伐之力 丹湖的性质更像是一种辅助类型的 但正是这种性质 是如碧血宗这样新兴发展的宗门所需要的 将丹湖交给水渊保管 也是陆业思虑过后的决定 他修行的主要方式还是到天机 那样的修行效率已经足够了 不需要在服用产自丹湖里的灵丹来提升更多 而且即便真的要服用灵丹 直接从天机宝库内购买就可以 有天赋数磅身 他并不惧怕区区单独 所以丹湖在他身边的用处不大 既如此 就让水渊来保管使用 推动宗门整体实力的发展 总比留在他身边作用更大一些 第1280章推演心灵文 丹湖交给了水渊 陆业出了手正风 直朝翠竹风而去 半空中遇到不少高来高去的师弟师妹 在感受到他的气息之后 皆都驻足 纷纷行礼 澳山现在也逐渐变得热闹起来了 因为以前生路的弟子们 胸围逐渐提升了上来 不像陆业刚入门那几年 每次返回澳山 这边都只有大猫小猫三两只 显得空空荡荡 如今的碧雪宗 才真正有一个宗门该有的气象 今生代弟子连绵不绝 往年生路的弟子修为节节攀升 如此心火相传 既往开来 一个宗门才能蓬勃发展 陆业碰到了几个熟悉的面孔 都是最早一批加入碧雪宗的 现如今的修为大多都是云和静的层次 将对他的修为精进速度来说 这些人的修为提升是很慢的 但这其实才是一个修饰正常的修行速度 不说陆业本身 便说花瓷和巨甲等人 其实也是天赋绝顶之辈 再加上有足够的战功和功勋 这才能在修行速度上甩开正常人一大截 如今的碧雪宗 整体上欣欣向荣 但高端战力还是有所欠缺 这不是短时间内能解决的问题 只能留待日后 等源源不断的弟子寄生真湖 寄生神海 这样的局面才会有所改善 这可能要等到十几二十年之后了 翠竹风这边依然静谜 陆业身为翠竹风的风主 对自己的凌风是有绝对的管辖和支配权的 若有其他弟子想要翠竹风安家落户 就得先通禀他 征得他的同意 只不过陆业常年不在本宗 所以即便有弟子想在翠竹风打造自己的洞府 也没处征寻去 反正澳山那么多凌风 也不是非要盯着翠竹风 那些有资格在本宗内开辟洞府的弟子 大多都选择了其他的凌风 来到翠竹风 神念一扫 陆业有些亚然 因为居然没感受到依依和琥珀的气息 他之前就很奇怪 因为自己与琥珀之间是有宠妻的 后来还缔结了命远之术和兽印之法 只要彼此距离不太远 都能感受到对方 但这一趟回本宗之后 他却没有察觉到琥珀的存在 尝试传讯 居然也失败了 如此情况只有一个可能 依依和琥珀不在九州 既不在九州 那就只有一个去处了 他们在无双大陆那边 讲来是修行枯燥 又或者是需要战功 所以才会前往无双大陆魔力己身 这也是正确的修行方法 一味的闭关修行终究是不可取的 很容易根基不稳 对未来造成不可预测的影响 就拿陆业本身来说 若他一心只想提升自己的修为境界 早就可以晋升星宿了 但实际上如今他才只有神海八层境 这是他刻意压制了修行速度的结果 该精进修为就精进修为 该稳固根基就稳固根基 如此 未来才能走得更长远 翠竹风上空无一人 陆业走进自己以前打造的竹楼 稍稍清理了一下 盘膝而坐 太初境争斗三月 见识了各界与各种族的妖孽修士 大开了眼界的同时 也算是稳固了八层境的修为 如今九州已与星空接轨 星宿境门层出不穷 纷纷踏上了探索星空的道路 陆业觉得自己也是时候往前走一步了 这一次闭关修行的目标 就是晋升神海九层境 这是对他来说不难 无非就是耗费一些时间罢了 在来翠竹风之前 他就已经兑换了足够的金色灵芡 此时取出一道金色灵芡来捏碎 面前立刻出现了一个金色的漩涡 天赋树的根须延伸进去 大肆吞噬 同时静下星神 观瞧天赋树 天赋树上如今燃烧的树叶数量 已经很多了 但是那些树叶上承载的灵芡 就有足足几十种之多 这些灵芡 每一道几乎都在 陆业的成长斗战中 发挥了不可磨灭的作用 随着它修为的提升 随着天赋树树叶上 承载的灵芡的不断开发 到了如今 天赋树已经没有新的灵芡了 但它可以在那些新燃烧的树叶上 明刻自己想要的灵芡 虚空灵芡就是现阶段最大 也是唯一的成果 借助这一道虚空灵芡 陆业在太初境中与敌争斗时 往往能神出鬼没 打敌人一个措手不及 尤其是在与法修的争斗中 借助虚空灵芡 很容易就能达到近身的效果 一道虚空灵芡 让陆业受益匪浅 十髓之位 他当然想要明刻更多的灵芡 在太初境中与各方妖孽的争斗 让陆业意识到了自己的一些不足 那就是因为盘山刀在几次生品的过程中 没有注重本身的锋利度 所以到了如今这个境界 在与敌争斗的时候 多少显得杀伤力不够 以前陆业可以给盘山刀 加持风锐灵芡来提升杀伤力 弥补这个短板 一道风锐灵芡不成 那就加持双风锐灵芡 但随着修为的不断提升 遭遇的敌人越来越强 风锐灵芡所带来的杀伤 就显得有些不足了 前阶段都已如此 到了星秀镜就更不用说 因为在上三境中 修士修行的重点就是精气神 其中星秀镜对应的就是精之道 精气足 气血旺 肉身的防护就强 如此一来 对敌的时候就更需要锋利的斩击 若是连敌人的肉身防护都破不了 那无论有多么精湛的斗战技巧都无济于事 想要改变这一点 只有两条路子 一条是提升盘山刀本身的锋利程度 但这样的提升是治标不治本的 作为兵修 每次斗战都需要与敌贴身搏杀 每一刀斩出都是全力施围 盘山刀一旦变得更锋利 那就意味着它更容易折损 如此一来 或许经历不了几次争斗 就需要仔细修复 很是麻烦 就拿之前与鲍石的一战来说 那一战之后 盘山刀上便多了很多细小的窝口 直接就影响了盘山刀能发挥的威能 所以单纯的将盘山刀改住的更加锋锐并不可取 一直以来 盘山刀也从未以锋锐作为自身的特性 陆越几次生品 注重的都是他自身的坚固质地 唯有他足够坚固 才更方便自己全力施围地斩杀 而不用担心在斗战中长刀会有折损 继而影响自身实力的发挥 这是盘山刀最大的优势 陆越并不准备改变这个特性 那么就只剩下第二条路了 在灵文上想办法 在天赋数二次对变 拥有了推演灵文的功效之后 陆越其实就有了一个模糊的念头 推演出一道新的锋锐灵文 让他拥有比原先的锋锐灵文更出色的效果 只不过那个时候因为要推演虚空灵文 所以无法一心二用 再者 这个想法太模糊 陆越也不知该如何去付诸行动 直到在妖精数界中接触到了妖精一组 妖精的助言让他看到了希望 绿莹莹给他加持的助言 从最终结果上来说 与灵文没有什么区别 都是提升盘山刀的杀伤力的 让他得以在与虫族大战时所向贴迷 长刀斩触 催枯拉朽 只不过绿莹莹的助言在效果上 要比风锐灵文好太多了 陆越之所以起了偷走绿莹莹和红丹丹的念头 也并非因为贪念这两个小妖精本身 他只是想把他们带回来 研究他们的助言 若是能通过他们的助言 完成自己之前推演新风锐灵文的构思 那就最好不过了 只可惜这事最后还是没成 临走的时候被轮回树给拦了下来 两个小妖精换成了一片轮回树的树叶 也不知是亏还是赚 不管怎样 妖精没带回来 可陆越终究有过被加持助言的经历 当时他就有意感受助言的威能 心中也有了一些模糊的想法 现如今 就看他有没有这个能力将想法化作实际了 这无疑是一件很困难的事 因为需要以结果来推演过程 结果就是盘山刀在助言的加持下变得更加锋利 陆越要在风锐灵文的基础上推演出一道新的灵文 来达成与加持助言相同的效果 这就需要不断的摸索尝试 好在陆越如今有足够的时间 因为修行的过程中 他是不需要耗费什么心思的 只管催动天赋树的 微能吞噬精纯的灵力即可 所以这种推演并不会耽误他自身的修行 沉浸心神 天赋树上新燃烧的树叶上 阴阳二元开始变幻宫帘 逐渐铺满了一片树叶 继而朝相邻的第二片树叶上蔓延 因为有原先的风锐灵文作为推演的基础 所以这个过程也算是有迹可循的 并非完全凭空想象 天赋树的推演极为神奇 陆越书一开始推演 便彻底沉浸其中 浑然忘记了自身所处的环境 也根本意识不到自己还处于修行的状态中 他所有的精力和心神全都投其中 这种状态下 心中诸多其寺妙想不断涌现 化作一个个阴阳二元 以往所学习的关于灵文之道的种种 更在心神之中不断碰撞 激发出新奇的火花 这是一次温固而知心的推演 更是一次对自身现有所学的总结 尽管彻底沉浸其中 可陆越依然能隐隐感觉到 这一次的构想若是成功了 那他在灵文之道上的造诣必然会有一个极大的提升 感谢您的观看